被疫情偷走三年的生意 这些地方正在争分夺秒的拿回来 还记得在几个月前的疫情期间 有义务老板娘被通知隔离 准备行李时自己带上了马上要交的货 隔离的时候还不忘赶勾 还有来不及带东西的义务人问 能不能给我们隔离的人送点手工活进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而这些也被网友戏称为 疫情之下义务人最后的倔强 活该义务人有钱了 在疫情最严格管控的时候 还不忘搞钱 这也是刻在很多义务人浙江人 乃至中国人骨子里的务实精神 现在随着各地疫情政策的松绑 大家搞钱的热情更是瞬间点燃 这几天浙江商务厅带队出海 抢钱的事情全往刷屏 12月4号浙江省商务厅带着一批企业 奔赴欧洲开启了为期六天的经贸活动洽谈 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由浙江省级商务部门亲自带队出国的第一团 接下来浙江还将通过包机拼机航班等方式 组织超一万家企业赴境外参加经贸活动 横跨欧洲东亚东盟等区域 广东江苏也正在行动 早在10月底 广东就曾经组织40多家外贸企业赴东盟地区抢订单 11月下旬佛山经贸代表团奔赴欧洲三国开展经贸交流活动 成为了疫情以来广东首个由政府带队的经贸代表团 本月初广东商务厅更是直接发文 请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主动抓住机遇 组织本地外贸企业积极抢订单稳时长 在江苏苏州的商务局不仅在11月就组织了 大型经贸团包机前往日本 一举拿下了超10亿元的新订单 而且从明天开始到18号还将继续包机 组织机贸团奔赴法国德国 在新闻底下有网友调侃的问道 这些会影响到我一个月1800的工资吗 我相信在不久之后 这个网友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些举措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企业出海拿下了订单赚到了钱 国家有了经济收入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也会收贿 中国人的活力一旦被激发出来 全世界都会叹为观止 还记得三年前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方 就曾经率先开通专列专车专机等 迎接返港人员 拉开了复工复产的序幕 三年之后在出海抢订单的路上 我们又看到了这些地方的生意 疫情三年之后 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切都让人感慨万切 随着20条新十条等政策的发布落实 全民核酸健康码长所码落地检证 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阻碍经济流动的因素将不复存在 新冠三年即将迎来剧中时刻 而新一轮的经济大靠才刚刚开始 你准备好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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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